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今天星期一进行朝野协商 可是又来了 为什么讲又来了 就在朝野协商之前 行政院长卓榮泰 又抢先在昨天晚上发文夜席 用餐厅点菜 去形容现在的行政院立法院 总预算卡关的关系 这篇文立刻炸锅 还谈什么 等一下请委员好好带我们来解读这篇文章 到底像是沟通的样子吗 还是根本是一路点火一路挑衅 而且卓榮泰一副是要倒阁没有在怕 要丢乌沙骂我也不觉得可惜 over my dead body 他都没有在怕了 我就问朝野要怎么和解 好 最后报警的观众朋友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卓榮泰 所以原本还有几个画面 来导播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蔡逸宇在立法院里面 在有关于裁判法的发言过激 六分钟不下来 大家瞅成一段画面 我反而觉得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小事情 只告诉你朝野 现在目前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整个状态很紧绷 有没有 他要讲嘛 一手党预算 我们三兆一统预算 你不省 一手要预算 才话法地方要拿更多 所以跟赖斯堡两个人在那边推挤 你说太久了 这些事情现在反而变小事 为什么 俊阳哥 因为当卓榮泰上个礼拜五说 他不排除视线 然后就在昨天礼拜天晚上 PO出PO文之后 发现卓榮泰院长太难掌握 卓榮泰 你根本不知道大叔在想什么 卓榮泰不是扮白脸的吗 千千君子 你以为他是白脸 可是他是黑底的白脸 一下子就翻脸了 对哦 对 因为卓榮泰院长 那天不是去吃饭点水螺吗 是 协商过程当中 你一天不过早说 那天直接跟大家讲 他现在举了一个例子 来观众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们把卓榮泰院长的PO文 什么叫做 看来夏不为例 他准备要退 直接大腿给大家看 这是卓榮泰院长 昨天的PO文 俊阳哥你看 总有方法可以行得通吧 他想解 总算不要再卡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开始讲故事 这叫荣泰预言 大家聚餐带一千点四道菜 大家聚餐带一千点四道菜 结果老板说不行 一定要点五道 他说老板说 餐厅说要五道 卡在那边怎么办 那结果呢 那不然的话 我们建议 来就直接看这里 我们建议 只要餐厅同意 以后不会再如此要求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话 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设法 加点费用 解开僵局 好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上门的客人是谁 行政院是客人 立法院是餐厅 所以行政院的人坐在那边 然后跟立法院点菜 干嘛呢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 立法院在 对不对 省预算以后行政院去执行 对 所以是立法院决定多少钱 对 所以花钱的人 是立法院 所以你等到贡 对 所以倒过来 今天还是一千块 你不用动 那一千块不能点五道菜吗 因为餐厅就是 对餐厅就是五道菜 你不能来跟我讲 我要去掉一道 所以同样一千块 你做出五道就好了 那为什么叫做出五道 观众朋友 现在这个东西有一点乱 我把它拉回来 高金素美委员要求 是上个会期所讲的 进发补偿条例里面的 每公顷三万别六万 那既然法律通过了 你一样是一千 三兆就三兆嘛 三兆当中所缺的那14亿耶 观众朋友 这是兆 这是亿耶 那么百分之零点多 你只要把它编进来 这没问题啊 可是他不愿意 好 那总是呢 他的这个主客议位 立法院很多立委都已经抓住 我们说你在讲什么预言 干脆你不要干 但他告诉你说 没关系 重点在这里 俊阳哥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我们可以增加费用 要解开僵局 好 那可他最后还有一句 给大家看清楚 因为等一下有很多东西 要延伸在这边了 他说不然是怎么样 餐厅也可以决意 把我赶出去啦 然后呢 我们一切冲来 他在呛 好胆你就倒戈 哦 这句话在呛堵 你的意思是这样嘛 我吴沙漫 摘了也没关系 餐厅对熊泰的 这个院长的po文来讲 餐厅是立法院 立法院可以把我赶回去 就是叫我下台的意思 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在立法院 现在炒成一团状况之下以后 总统参与党又撞起来 行政院他的讲法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不能接受 民众党讲说 等一下 你角色错乱了 你是被监督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变成是在那边乱政呢 国民党是讲说 国民党看出来了 他在呛倒戈嘛 你呛倒戈 王洪会有讲了 我有看到 你自己下台就好了 我们倒戈嘛 你干不要干就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在这个立法院 谢一锋在问他 他在问他一个预算 说你可不可以 赶快让这个预算过 他就讲啊 你赶快让我下台 我就承诺你啊 谢一锋吓到了 你什么意思 你希望下台哦 他说如果能够让 政局稳定的话 观众朋友必须了解 他不是说 我总共在下台 政局稳定 他意思是说 干脆你给我倒戈 我们国会全部重选 那就回到之前 这个包含了这个 柯建民 还有其他的 民进党立委 许志杰他相信 现在民进党已经坚持50% 重选可以直接过半嘛 所以等于是 一手棒吃一手胡萝卜 告诉大家 我们愿意解开相局 可是下不为例 好那我们现在录影时间 是下午的三点半 立法院今天也要协商啊 对 可是行政院所提出的条件就是 那签切解啊 请立法院以后不要再 把这个预算 怎么一公顷三万变六万 这么明确的要求 我们要这样编 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不接受啊 你在挟持我 所以现在有点不欢而散 等一下我们看完 最后结果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已经变成是 本来要解开了 可是好像要打死结 那我讲上个会期 通过进防比方条例的人当中 还包含两位原住民立委 是民进党的 对 陈寅跟吴立华 对 吴立华他就讲了 其实他内部应该有 那内部的消息 他说明年 这个预算是不是明年的 都明年的 对他没有编 可是呢他意思是说 可以用购物金来补 那现在他愿意编了嘛 对 下不为例嘛 所以吴立华就这样讲说 如果明年没有发6万 我直接退选 我下次就不选了 对 这个是绿营自己在闹内吼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吴立华退选的话 我就让你民进党 少一席原民立委 对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上个礼拜五是讲视线 可是有这个绿营人士 跟媒体讲说 其实视线未必会赢 所以还是退一步好了 可是退一步呢 又要给弹书 有没有 这边讲下不为例 对 那其实以为 这样就可以下台了 就下台阶了 可是现在看来蓝白 也不买单 状况是这样 又卡住了 那整个这样拖下来 其实你就直接看民调 来看就知道了 现在目前民调 对民进党来讲 是节节的在下滑 有没有 这最新的台湾民进党 就是民调 从35%变31% 对民进党是不利的 总预算卡住的事情 民进党并没有得分 蓝白都有上升 所以呢 现在 总共探院长想下车 但是又写了个淡书 我今天一直翻页 有没有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那怎么办 你还是得退 因为不退的话 民进党可能会伤更重 宇轩你怎么来看 卓仁泰院长 每一次要朝鲜协商 他就来点火 今天又破局了 那就不演了嘛 我们卓仁泰可能想说 反正 我跟你讲 卓仁泰心里有个想法 请问一下军长哥 你觉得他 有可能当 四年的行政院长吗 没可能 没可能 是 三年也没有可能 没可能都太久了 两年好像也不太有可能 可能就一年嘛 大家都预期 他就是个过渡了嘛 那你说一年今晚也过一半嘛 过一半我讲 反正好死不如赖活 我干脆干嘛 我干脆耍无赖嘛 反正我卓仁泰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啊 我已经快下台了嘛 我早晚得下台嘛 要下台我也不演了 对嘛 不是啊 我要下台 那我干脆拿这个做一个干大事的 做一票大的嘛 什么意思 我说哎呀 我就写一个文章 他写什么文章 他说 我们这个就像去餐厅哦 我不知道他那么爱点 用吃的来比喻啦 进去我就说一千块我要试菜啊 老板说要五菜啊 我们就瞧不拢啊 瞧不拢之后 我跟你讲你老板也可以说 你滚出去把我轟出去啊 他这什么意思 来啊来倒戈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就说我没有怕啊 立法院你是老板嘛 对不对 那我的要求做不到嘛 做不到那就来把我轟出去啊 倒戈嘛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底气 因为他跟苏文昌不一样 你在苏文昌当时上海的时候 他是想要巴着这个位置越久越好 把各个部门都插自己的人马嘛 但卓中泰不是啊 反正我就是来一个过渡的 那与其过渡我不如拿我自身的官位 来做一个对赌 跟你对赌就说看你敢不敢啊 我跟你讲你知道谁会去配合吗 搞不好民进党会去做配合 民进党搞不好说来啊来来去倒戈啊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赖清德的民调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赖清德以前是什么 四成 无下阿蒙 对不对 少数中的少数 双少数总统 他现在觉得我在那边底气不一样啊 我现在少会速摊啊 我民调五成以上啊 所以我来啊 你敢不敢 你敢来啊 把我直接我们讲的倒戈 倒戈我整个立法委员改选啊 改选之后我习次更多 但是居然我无反问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描述的 会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所以这个叫什么 Bloffing嘛 虚张声势 这叫玩吹牛 最重要的是他要把这个锅 往所有在野党里面去甩嘛 但其实我会讲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今天喔 这个菜单的角色根本就错乱了 今天真的要上菜要买单的是谁 是你着弄菜要上菜 看立法委员要不要买单 他们才是付钱的人嘛 所以当今天客人说 老闆你太贵了 还加一账好不好 你可以做几项决定嘛 要嘛就说 好啦 没我算你较少八百块啦 这是一种嘛 对不对 八百块四行嘛 你可以另外一种说 好啦 我就五行 但是也不要算一千块啦 你算一千五块好不好 算贵的啦 你可以去谈嘛 对不对 就是要嘛菜少一点 不管哪一条路 你做陶贵做生意 你总是要遊戏一下 你没有空间的现在 要有存Q嘛 但你现在就说我不要存Q啊 不要不要 要来就台了 被美国揭露的183亿 莫名其妙去买一个维保 这些预算我们都没有算 然后去雷达维保 乱七八糟乱花几百亿几百亿 这种钱都花了 真的有差那个几十亿吗 有差那个几亿元吗 有差那个进罚条款吗 然后你要拿这个去威胁说 哇军公教啊 我跟你讲啊 到时候你们的那个津贴啊 没有办法发啊 都是国民党害的 我跟你讲各位 不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这样 佐伦太讲话会这么大声 有一个底气 你知道什么吗 他知道就算预算没有过 他们有没有钱可以花 还是有钱可以花 就大不了按照去年度的预算 我们先暂时先行嘛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预算本身 他本来就是破冠破摔 他根本无所谓 你有没有要符合 我们的目的跟要求 他真正最大的目的 是要把朝野对立这个氛围 持续拉张 因为一路 他真正在乎的是 2026以及2028的选举 乔青带我们来看门道 就是说 刚刚伟翰形容一个 我觉得好绝妙 他说他是黑带的白脸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以为是千千君子 如果老柯是黑脸 他是白脸 这样大家还可以work 没有 这样已经双黑脸了 他为什么 也这样说乌商帽可以摘了 也居然每一次要朝野协商 一下子给你视线 一下子餐厅点餐 每次点我都是他 你怎么看 其实呢 我是礼拜五算是比较后面 跟他咨询一个委员 然后我就针对这个 禁法补偿条例 跟他做了很多讨论 是 然后呢 我就发现 他们先前说呢 这个在立法里面呢 有编到钱的事情呢 是违反预算法 违反很多这个A B C D E 全部都是假的 为什么 他说呢 他可以 行政院可以接受 在原民补偿 禁法补偿条例 这个框架里面 法律里面 可以从3万提高到4万 那如果3万可以提高到4万的话 代表什么 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违宪啊 什么预算法的问题嘛 那不然为什么可以编4万 不然的话 应该是一毛都不能增加才对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妥协 可以编4万 所以行政院他自己也知道 所以他们在喊说什么 不排除视线的时候 自己心慌慌的 你知道吗 我一直问他视线的事 他一直躲啊 我问他说 那如果你到时候提视线的话 是不是代表赖清德总统也支持 他一直闪一直闪啊 他就说哎呀 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那是最后一步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会 就死不讲 所以我就想说 这叫做小狗大叫 你什么东西你都要喊视线 结果这个你喊了之后呢 你后面也不敢讲 因为呢你也不敢做 所以就现在开始呢 就发了一个 所谓的点菜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大家都看不太懂的 我觉得他这个状况 比较像是呢 有一家餐厅他规定你 你来这里吃饭 就是呢 要点6道菜 你要点6道菜 你才能来吃 这家餐厅吃饭呢 上面都很 写的很清楚了 你也进来了 你也点餐了 结果你吃了4道 跟大家说 不行我只要撕4道 剩下2道 我不要吃 不付钱 那请问你是餐厅老板 你怎么说 OK嘛 你这两道菜已经点了 我已经做了 已经上了 为什么你可以不付钱 那天我特别问他 我说 当时在进法补偿条例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跟 立法院沟通过 因为他们一直讲说 如果行政跟立法都有沟通的话 他们可以接受 但是你们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 我说有没有沟通过 有没有跟任何党团沟通过 他说 有 跟民进党团沟通过 然后我说 你们跟民进党团沟通过 那你知道我们通过的是谁的版本 哪一个政党的版本吗 他一直不想讲 通过的是 陈寅 武力华的 6万块的版本 不是打点你自己 是 然后我就回去翻了 陈寅的 6月4号左右的脸书 他怎么写的 他说 哎呦我好辛苦 跟行政院沟通过后 终于有了这6万 是 的这个进法补偿条例 所以 你行政院跟陈寅 沟通了一个6万的版本 然后呢 我们本来是要支持高金素美委员的5万的版本 就我现在面前我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对原住民 我一个6万的一个5万的 对不对 结果我看到民进党既然提了6万的 又想说呢 反正执政党跟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一定有沟通过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 蓝白共同支持 6万块跨党派支持的版本 结果你在下个预算会期 你直接翻脸不认人 那请问是谁卡谁的预算 是民进党的人在卡民进党自己的总预算 所以你真的要问问你 你要回去问陈寅 你要回去问吴丽华 5万块的高金素美委员的版本 比民进党的版本 更接近你的4万块的版本 请问卓榮泰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拜托 我发现 最后 打个预算的 卡预算的 就是民进党自己 因为自导自演 一人分饰两脚 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乌龙 小心说的 状况外的卓榮泰 自己选择当战狼 为什么 卓榮泰这篇文章看起来就是一个奥客 走到一个餐厅里面 看了之后不满意 还给人家负贫一颗心 这种感觉 卓榮泰其实这篇文章 它出现两个效应 第一个 他想要为他自己提出 那个视线的方向来做解套 因为视线的东西 其实坦白说 如果真的见到视线的时候 卓榮泰下不了台阶 所以他先为他的视线解套 再来他希望能够延长这个战场 来削弱蓝白的气势 这是民进党的想法 在行述一种倒戈的氛围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的总质询 他不断提到说 下台下台这两个字 他在行述这样的氛围 那下来之后的氛围 那都是蓝白害我 他想要行述这个氛围 那当立法院变成焦土战的时候 谁要出来负责 韩国瑜嘛 所以他是有一连串的连续计 要逼韩国瑜出招了 韩国瑜hold住了蓝银的民调 所以现在绿营看得很清楚 我要先抵消蓝银的气势 所以我要先 击败韩国瑜 我用这个总预算案 来消灭韩国瑜的心事 你看你连立法院都管不好了 的情况之下 你气势会不会消减 这个是绿营的盘算在这里 可是事与愿违 事与愿违 你看现在问题是 你自己人都打脸自己人 你包括吴立华 包括陈寅 都打脸你卓龙泰的 所以你看这一招是没有效果 因为上个礼拜 其实我必须要说 整个民进党的气势 就毁在吴立华跟陈寅的身上 因为你说不过去 而且其他民进党立委 其实也没有太想 帮你卓龙泰背书 那卓龙泰写这篇文章 就是为自己下台阶 你看如果真的是 辞职一次下部为例的话 那代表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你才会这样讲 那为什么下部为例 谁要跟你下部为例 今天立法院的立委 是民意代表 是民众选出来 结果你是被监督者 你还威胁民意 说下部为例 这个让人就觉得很专制 所以我觉得卓龙泰写这篇文章 有点甩锅的意味非常浓厚 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就看 他要怎么让自己找台阶下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逼要强角了 所以他不写这篇文章不行了 那现在就看了 我觉得韩国瑜现在可能也要 想一些办法来从这当中解套 不能变成一个刹车瓶 因为你看韩国瑜请吃饭 韩国瑜召开朝委前上 怎么感觉好像变成韩国瑜的责任了 不是耶 这个追根究点应该是行政院的责任 你这样搞得好像 民进党把这个锅甩给韩国瑜 要韩国瑜去扛下 现在朝野总预算僵局的责任 照理来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以上で会训练 永远离 就很未来 уска 有必要 美 二 一